大家好,大家看我这盆白长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我是给它用上这个蒸根状花形的营养液 它一次长出了十几条花件出来 然后呢,现在我们会发现 它的这个花朵颜色已经全部变绿了 那么其实这不是什么病害呀 是有什么问题 而是因为这个花朵已经老化了 我们在这种情况下 一定要及时的修剪掉这个花件 因为呢,它不仅没有什么观赏价值 还会消耗蜘蛛非常多的养分 不利于它后期再次开花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要把这些花件啊,全部修剪掉 直接从基部把它剪掉就可以了 一定要舍得剪 你不舍得后期它植株不仅会特别弱 而且更难二次开花 那么修剪掉花件之后呢 我们第二步就是要给它补肥 因为它本身开花消耗了非常多的养分 再加上呢,它还要二次开花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补肥呢 主要是以年甲肥为主 我们还是用上这个真根状化型的营养液就可以了 它不仅可以让植株长出非常多的根 把根仰望 而且还可以让它更快的长花件开花 还是同样的使用方法 将它稀释大概500倍左右 然后呢,我们搅拌均匀 完全溶解 每七天呢,给这个白掌灌一次根就可以了 在给它补肥肥的同时呢 我们还要注意保证好养护环境的通风透气 可以给它适当的一点散色光照 有利于它进行花芽分化 这样呢,它第二步花才会止多不少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